今天是12月25号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舆论场 下一期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是明年了 从3月20号开播到现在 我们的节目将近走过了 一年的这个时间 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和观众朋友们 一起见证了很多中国人 在各个领域拿到的世界第一 比如说像这个天眼望远镜 我们看到它的灵敏度 是世界第一 比如说AZ600 这个两栖飞机 它的规模化也是世界第一 还有很多这样的第一 的确是这样的 正像你所说的 我们这一年的最后一期节目 我们很希望把所有的 中国取得的诸多领域的第一 都展示出来 但由于时间的关系 不能一一展示 但是我觉得这很多第一 都是使我们爱国的这种自豪感和骄傲感 一点点再增加 那么本周我们就发起了 回眸2016 我和我的祖国照片征绩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每次照片征绩活动 都是让我们特别地感动 我们看一张张 温馨的笑容 纯净的眼神 正像网友所说的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看到这些所有的网友 都在振臂高呼说 总有一个瞬间 想让我对你说 你是我的骄傲 我的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好像特别让人容易唱起来 对吧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非常感谢我们的网友 发来的这些照片 让我们也回忆起了 2016 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也是时候 一起来通过短片 回顾一下 2016中国的耀眼的成绩单了 2016年 中国接连放大招 强国力气造就 国家实力新高度 燃爆了 12月31号 火箭军成立一中年 这一年导弹成东风 十枚东风21C 同时发射的视频 火遍网络 外媒惊呼 东风导弹 堪称中国常规打击力量的 一张王牌 强大了 中国空军这一年 列装运20 展示歼20 四次飞辅西太平洋 远海训练 五次走出国门 参加中外连演 红旗地空导弹 也已全面形成战力 维护空天安全的力量 愈加强大 集合了 中国海军这一年 各型舰艇强势入列 有消息说 甚至年底入列的军舰 已多达20余艘 不仅如此 航母编队首次进行实弹演练 国产航母更将走下船牌 网友兴奋猜想 未来中国会有几个航母战斗群呢 振奋了 这一年 中国航天频频掀起航天热 新型火箭首发成功 首个海滨航天发射场建成使用 天空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 圆满成功 多颗卫星发射深空 厉害 网友们感慨 我的中国为你骄傲